欢迎收听本周的V生命连数 大家好我是Wendy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生命连数九宫格 如果你是一条连线都没有 跟你全部连线都有的差异性和特色 首先要先跟大家感谢 长期支持我们十二周 同时也很开心在每一周 YouTube当中大家有很多跟我们的分享 所以我们集结了大家超晚的题目 来跟大家做一下回馈 好所以要进到生命连数九宫格 一条连线都没有跟全连线之前呢 你要知道怎么样正确计算出 你的生命连数九宫格 那我们在影片当中都会跟大家分享 那但是我们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生命连数九宫格 其实是由每一个人的息源 出生年月日当中出现的连线啊 或者是出现过的数字 甚至没有出现的数字 其实这些都是要来传递 每一个人的独特性 以及他性格背后的核心原因 所以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 还是想要先帮大家复习一下 生命连数九宫格十二条连线 分别是哪十二条 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意涵是什么 首先第一条是147的这条连线 它是主导的执行力 我们也叫它务实线呢 那258这条连线呢 它是主导心智力的 所以我们也叫它感情线 369呢 是主导发想创意 所以我们也叫它智慧线 123呢 它是主导艺术 所以我们叫它艺术接手线 艺术线 456的这个连线呢 是组织规划 所以我们叫它组织线 789呢 它主导的是贵人运 所以我们叫它权力线 或是贵人线 357它是主导人员 所以我们叫它人员线 那159基本上是在讲坚持 所以你可以叫做事业线 或是你的持续线 持续力这个意思 424862和68 我们通常叫它灵形线 它们组成起来 基本上就是一个灵形的样子 所以42这条连线呢 其实它主导的是 很精致优化的能力 说明也叫它灵巧线 48代表其实是一点勤劳 所以我们叫它勤劳线 62呢 主要是来主导关系的维持和和平 所以我们叫它和平线 最后一条呢 68连线主导的是 诚实的诚恳力 所以我们叫它诚实线 第一个敲碗最多的问题是 如果我一条连线都没有 它是什么意思 会代表我比较不好吗 或是说我在能力上面 是不是有些缺憾呢 这是我在YouTube下面 看到大家大部分都会 这样子来提问 有没有连线这件事情 其实不会影响到 你的能力表现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刚刚讲147 它是一个务实 但如果基本上 你在这三个数字当中 你刚好只是少一个 应该是说 147这条连线 是在外显特质上面 比较容易被看见 但如果你在这一个 连线当中 少一个数字的话 你会把这样的特质 其实是比较隐藏 在你的心中 并不会是 你做事情当中 一个直觉性的表现 但是在能力 以及在思考的 入境能力上 你还是拥有和具备的 在看一个人的特质的时候 我们除了看连线之外 我们还会看 出现哪些数字 以及它出现的次数 当然我们也会去看 如果你没有的数字 它所在你的人格特质上面 所产生的影响 所以在接下来的 集数当中 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分享 生命运数九宫格当中 如果有出现的数字 它出现超过两次 甚至五次的话 最鲜明的人格特质 会是什么 那反之 如果在生命运数 九宫格当中 没有出现的数字 我们也会跟你分享 在你的人格特质当中 你另外非常 显眼的特质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我出现一条以上的连线 那它代表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好 我们要先跟大家说 恭喜 如果你有两条以上 就代表你在外显特质 以及你在做事上面 会给人家的样貌 或是你做事的习惯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 你在看事情的时候 你习惯带上什么样的滤镜 来看整件事情 连线两条以上 举例来说 如果你是零行的上半部 就是所谓的四二和四八的人 基本上你就是一个希望 大家能够有效率 并且很快速地把事情解决 希望能够去把事情 在别人过往的经验当中 找到更好的处理方法 所以就两条连线以上 其实大家可以去参考 它分别的外显特质 就能够让你自己知道 就是当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可能这两个连线 甚至这三条连线 会先跳出来 在你处理事情的判断 以及你做事情的选择顺序 还是回应到第一个问题 连线这件事情 之于身边领数来说 基本上比较像是 我们看到你的时候 你比较容易让人家知道 你的人格特质 或是做事的方法 甚至你从小到大当中 很鲜明累积的历史是什么 我有六条 这么多 十二条你占了一半 那也还好 有人有全部十二条 没错 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是全连线的人 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全连线的人 我也必须说 它其实是拥有选择的能力 基本上只要它愿意 它都能够心想事成 有全连线的人 它在年轻的时候 一定觉得自己 拥有呼风唤雨的能力 和非常好的运气 诚实来说 它们不论是在人际关系 贵人资源 甚至是在学习能力上面 其实都有蛮好的表现 但这边我要先讲一下 这边的学习能力 不单单是指说 在学校当中 这种国语数学英文 自然科学这样的学习 其实它们是说 只要对于有热情 有兴趣的事情 甚至是所谓的才能 它们都非常容易上手 如果在选择上面 它们只要出现困难 或是有些新的流行 在出现的时候 它们比较容易 放弃原有的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你太容易上手了 上手这件事情 其实从来不在 你的担心范围 所以我就算 现在放掉了这个 其实我在下一个 我马上就能够 掌握得很好 同时我会用一个 很快速的方法 将它了解得 非常的透彻 假设你在年轻的时候 有坚持在某一个领域 长期的积累你的专业能力 来到周年的时候 你通常都是 那个领域的佼佼着 但就算你在年轻的时候 不断的去改变 甚至是时常放弃 也不要担心 你只要现在开始 去设定你的目标 你身边的人 教你开口 他们都会愿意给你资源 甚至给予你 很好的协助 所以以上呢 就是我们针对 大家在看完 我们12条连线的内容之后 提问的整个大同整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周见